這裡有個表 是公跟立舉的比較 沒有寫得很完整 他問出哪一個選項的比較是正確的 有關公及立舉的比較 何者正確 首先A選項公有方向 這是錯的 公沒有方向 所以這選項就不理他 公的單位是公 這個是其中一個公的單位 公是等於F X位移 立舉的話 是立幣 XF F的單位是牛頓 位移的單位是公尺 立幣的單位是公尺 立的單位是牛頓 所以這兩個單位事實上一樣 只是說他有方向他沒有方向 所以這個公斤重是立的單位 公尺是長度的單位 立舉這個可以當立舉的單位 這對 這也可以當立舉的 公的單位也對 所以B選項是對的 C選項 A選項是錯的 他說當外力與位方向垂直 當外力跟位方向垂直的話 這做公等於0 但是他的那個表裡面是說 這個時候公的大小為最大 這錯了 這時候公的大小等於0 不是最大 這一個他說 當外力與利弊方向平行時 他指的利弊可能是這一段 事實上我們真正定義 利弊不是這一段 利弊是什麼 利弊是支點到達作用線的距離 所以這利弊是等於0 當外力與利弊方向平行時 立舉的大小最大 這個當然也是錯 再看看第一選項 當對物體做正攻的時候 他的動能增加 這個對 增加物體的能量 這個對 事實上是增加他的動能 這個對 所以這個是對的 但是這個 當力體不為0時 可使物體移動 這不一定 他有可能的話 就是在 釘在那邊 那利弊不為0的話 只能讓他轉動 不會移動 所以這個選項的話 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但是這個是對的 但是這兩個都要對 所以的話 兩個都對的 就是選B 所以這題答案是B